我叫郑家俊,在拿到硕士学位后,被一家软件开发公司聘用,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逐渐成为了公司的技术骨干。 冯婷是我们公司的前台服务员,长得好看,性格又开朗,心意她的男人有很多,但全部都被她拒绝了。 可是就是这么个冷落冰霜的美女,居然三番两次地对我暗送秋波,我还以为是自己想多了,毕竟像我这种永远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裤,总是戴着个非矿眼镜的理工直男,连好听的话也不会多说几句,既不浪漫长得也不帅,尽管挣的钱比别人多了些。 但她那种美女,怎么会看上我这么一个无趣的人呢? 但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恰恰就砸在了我的头上,那天早上冯婷买了杯奶茶给我,然后表白了,而我受宠落惊后很直接地拒绝了她。 我想着女孩子都好面子,她被拒绝后,估计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对我献殷勤了。 可没想到,冯婷仿佛认准了我,软磨硬泡,隔三差五就带点自制的小零食给我吃,我工作上遇到麻烦时,也耐心开解我,我加班到再晚,她都等着陪我一起下班。 日子久了,我自然动摇了,男人嘛,总是好色的。 碰到个天冷提醒你加一,下雨主动给你递伞的角色美女,谁不迷糊。 尤其像我们这种程序员,加班是家常便饭,忙起来也顾不上休息,朋友曾不止一次地跟我抱怨,爸妈也劝说我赶紧成个家,想起这些,再看看身边无微不至的冯婷,我心动了。 很快,我就败倒在她的十六群下了。 随着关系慢慢稳定,冯婷开始和我聊起家庭,她是家中的长女,底下还有一个弟弟,虽然是收养的,可全家人把她当掌上明珠一样宠着,舍不得她受一点委屈。 一天,冯婷跟我说,她弟想换新款手机,要八千块,而她的工资早就花光。 你也知道,我弟没工作没收入,手机坏了好久,都没钱买新的,你能不能? 我听出来她的暗示,很爽快地掏出兜里用了三年的手机,立马给她转钱。 冯婷推辞了两句就收下了,高兴地亲了我一口,心满意足地依偎在我怀里,小嘴像抹了蜜一般,夸得我心花怒放。 美女在怀,温香软郁,此时此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没过两天,冯婷又兴冲冲地跑来说她递报了个旅行团,三万块就可以去泰国玩一圈。 我弟长到二十多岁,还没出过国呢,说这话的时候,他撅着嘴,可怜兮兮地揪着我的胳膊,好像真的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 泰国有什么好玩的,人生地不熟的,语言还不通,花钱还受罪,不如就国内玩玩,花钱少还便利。 我接着又滔滔不绝地说了一气,只见冯婷的脸色越来越不好,我以为她是工作太累,还特意嘱咐她好好休息。 冯婷气鼓鼓地回我,就嫌你懂得多,嫌你有文化,我弟弟没上过学,没见过世面,重阳内外行了吧。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发火,可也清楚多说多错,索性闭了嘴。 冯婷发泄完,见我不讲话了,情绪稍微缓和了一点,再次开口。 我家农村的,你也知道,从小没过一天好日子,我只有做姐姐的亏欠了弟弟太多,所以就想着能满足她的尽量满足,那三万块钱你如果实在拿不出,我就卖了首饰给弟弟贴补。 我跟我弟小时候过得太可怜了,出去看看世界,是他的梦想也是我的,我以前没能力做到的是他能完成,就好像我的梦想也达成了一样。 听了这话,我为我刚才的夸夸其谈感到十分惭愧,也很心疼这个坚强的女孩子,我二话不说给她转了三万块。 可能是被我的慷慨感动,也可能是觉得对我有所亏欠,往后的日子,冯婷对我越来越好,哪怕我不会玩浪漫,也从不甜言蜜语,甚至连约会的时候都同不出空来,她都毫无怨言地跟着我。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不真实,这么完美的女人,世上真的存在吗? 我一度以为,自己撞了大运,才碰到了个这么好的女孩子。 我在心里发誓,一定不能辜负她,努力工作好好挣钱,一定要让心爱的她过上好日子。 我全心投入了工作,想通过拼搏努力挣来一个温暖的家,把这个完美的女人取到手。 我自认相貌平凡无奇,又是个直男,虽然做着高薪的工作,但现在的女孩子普遍都是看脸,其次看性格。 我这种做备胎都没人要,现在还忙于工作,根本没时间陪她,但婷婷一点都不介意,我更觉得亏欠了她。 除了钱,我想不到其他弥补的方式,所以婷婷只要借钱,我都是能帮就帮,从不多问,直接转账。 这些钱,大部分都是流向了她弟弟冯玉宝。 起初,冯婷说是为了给爹妈减轻负担,我就没多想,可时间一长,借款数额越来越大,却从没见过回头前,我开始有了顾忌,但碍于男人的面子一直没提。 直到那天冯婷说,她弟大学毕业,国考差一分没考上,想托关系进国企,但是安排下来至少要二十万,她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问我有没有闲钱。 想起之前借出去的钱,我没忍住说了句,那之前借给她的钱,她什么时候能还? 我说得很委婉,生怕让冯婷没面子,可她还是生气了。 我把什么都给你了,让你出个二十万块钱就这么难吗? 你一个月工资两三万,卡里还有几十万的存款,怎么出个二十万就这么磨叽? 再说了,弟弟以前还在上学,你让他拿什么还你? 冯婷很善于避重就轻,也很会哄人,每次都能夸得我心花怒放,再加上她隔三差五就说已经是我的人了, 这辈子非我不嫁,我也就几次三番的妥协。 有关弟弟的是,冯婷什么都亲力亲为,比他妈妈还认真仔细。 他总说,他就这么一个弟弟,虽说不是他家亲生的,可到底一起生活了二十几年, 感情深厚,等结了婚,我就是他姐夫,帮忙救济一下也实属人之常情。 我一合计,也对,早晚都是一家人,还分什么彼此,也就没当回事。 可渐渐的,我的银行卡也告急了,这几年,我省吃俭用攒下了一百多万块, 等打算一半给爸妈养老,一半留给自己娶媳妇,现在可倒好,都贴补给了女朋友的弟弟。 我心里有了疙瘩,再三琢磨后,终于找了个合适的机会,跟冯婷摊牌。 老婆,我知道你就这一个弟弟,你疼他,我又何尝不是,可我们只能救济他一时,不能一辈子养着他吧。 等过两年我们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大到上班上学,小到奶粉尿不湿,哪样不需要花钱,咱们自己也该留点存款。 远的不说,就说近的,你弟二十五六岁了,连个养活自己的本事都没有,将来谈女朋友,结婚要小孩,难道还要靠我这微薄的工资养活吗? 我省吃俭用,是为了让我们两个的小家庭,过上舒服点的日子,不是当活菩萨去扶贫的。 最后这句话说得有点重,但我当时确实是气着了。 他弟最近迷上了越野摩托车,说他哥们都有,自己也想要一辆。 本以为两三万就能搞定,谁知他张口就要二十万。 我现在的车才十几万,已经有些旧了,但我一直舍不得换新车。 他倒好,为了攀比,直接狮子大开口。 眼见着那么多钱都打水漂,这次我心一横,说什么也不肯出这个钱。 谁知,冯婷一感往日的哭哭啼啼,板起脸,开始给我甩脸色,不就一辆摩托车,他喜欢就买给他, 我可就这一个弟弟,你要是不买,这婚我就不结了。 他比我还狠心,为了那个扶不起的烂泥弟弟,竟然要放弃我们的感情。 放在以前,我也许就答应了,可存款里准备结婚的大头不能用,剩下的,卡上只有几千块, 连给父母买下样的年货都不够,难不成让我空着手回家。 我咬咬牙,语气很冲,不结就不结,你那个草包弟弟,难道还要一辈子吸我的血,我告诉你冯婷,不可能。 我摔门而去,提前请假回老家过年。 我在老家陪父母待了快一个月,期间冯婷和那个小兔崽子的电话都被我直接拒接, 直到那天,得知冯婷怀孕的消息。 冯婷发信息告诉我,她怀孕了,我喜出望外,匆匆告别父母,往回赶。 该说不说,这三年多,我和冯婷的感情还是非常好的,现在她又怀了孕,我一高兴,就把之前的不愉快抛到了脑后。 风风活活跑回家,我开心地抱着冯婷亲了又亲,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就前几天,我立驾推迟,预保陪我去检查身体,医生说我怀孕五周多了,这几天,我一直忍着没说,想给你个惊喜,谁知道你的死鬼,一去就没了音讯。 都是我的错,老婆,我以后一定做个好丈夫,好爸爸。 那什么时候去领证,我可不想我的孩子没名没份。 明天就去,不,就现在。 两个小时后,从林郑菊出来,看着两个喜庆的大红色本子,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自从冯婷怀孕后,我尽量减少加班,每天争取十点钱回家,为的就是能在她睡下之前陪她说说话。 每月工资更是如数上交给她,就算她拿大部分贴补给那个不争气的弟弟,我也没再说什么。 我想的是,妻子怀孕那么辛苦,我就不要计较钱上的一点损失了,让她高兴点吧。 可没想到,就在半婚礼前半个月的某天晚上,他们竟然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 老公,我特地挑了大裙摆的婚纱,可以遮住四个月的运渡。 等我们的孩子出生,我要给他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所以你要努力挣钱。 晚上,冯婷正跟我畅想未来呢,她的手机响了。 她瞥了眼来电显示,对我笑了笑,我去接个电话,说完,走去了阳台。 冯婷是个集中隐私的人,每次打电话都会去没人的地方。 据她所说,这是对别人的尊重。 我尊重她的习惯,从来没有怀疑过,于是掏出手机,调到直播台。 比赛已经开始两分钟了,双方正在激烈地角逐,我看得津津有味,但是很不巧,肚子开始硬作痛,一定是中午吃的那碗凉面不干净。 我忍了一会儿,趁着中场休息,赶紧去洗手间解决。 出来的时候,隐约听到阳台传来孩子这个词,鬼使神差的,我脚步一转,悄悄去了阳台。 玉宝,我们的孩子真闹腾,一定随你。 放心吧,他在卧室听不到我说话,等结了婚,我就想办法把他父母的养老房,过户到我的名下,再找个借口转给你。 嗡的一声,我的脑海里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一样,我怀疑自己听错了,或者是脑子里出现了幻觉。 可是,我明明听得清清楚楚,我们的孩子,冯婷肚子里怀的,竟然是他弟弟的肿,榨干我还不算,还要算就我父母的养老房。 我在他们姐弟俩身上花了少说有一百多万,没想到,他们回报给我的,竟然是这样一份大力。 我懵了几秒,才手脚冰凉地从阳台边悄悄回到卧室。 躺回床上,我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拿出手机,继续看着比赛,心里却已经是一团乱麻。 冯婷打完电话从阳台出来,娇滴滴地对我笑笑说,老公,我弟说他家的床,床板裂了, 明天我们一起去给他买张新的吧。 放在平时我一定毫不犹豫地答应,可此时,我觉得自己脑袋顶上很绿,绿的发光。 我深呼吸,尽力保持镇定,他大学毕业好几年了吧,怎么不出去找个正经工作,光靠别人养着算怎么回事。 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弟性格那像,办公室里那些勾心斗角,他玩不转,你给他安排的那份工作太辛苦了,我不舍得让他那么累, 幸好你工资比较高,可以负担得起我们一家的开销,老公,你真好。 冯婷甜蜜地笑着,双手伸过来搂我的脖子,我下意识从床上弹跳起身,抗拒和他接触,我不可能养他一辈子。 不知道是我的语气太冰冷,还是眼神太吓人,冯婷明显愣了几秒钟,才小声说道,那可是我弟弟。 又不是亲弟弟,当初你们家收养他,不会是想要个寄生虫吧? 你胡说什么呢? 就算没有血缘关系,那也是跟我们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亲人,我不许你用这么肮脏的词说他。 冯婷也不开心了,埋怨地瞪了我一眼,我现在辛苦地给你怀着孩子,你整天就知道惹我生气。 孩子,不提还好,一提,我的脑门就像被雷劈了一样,一股怒火在体内乱窜。 那他妈是我的孩子嘛,那就是个野种。 我强忍着奔涌而出的脏话,用最后一丝理智提醒自己,不要轻举妄动。 在拿到确切的证据之前,切不可打草惊蛇。 我去洗手间,反锁上门,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放了满满一池子的水,深呼吸,把整个脑袋都埋了进去。 这期间,我再一次提醒自己,不要再软弱了,我不要当缩头乌龟。 老光,你怎么一直在放水,前几天你还说水费上涨了呢,就不能节约点吗? 隐约听见冯婷在门外抱怨,我甩了甩脑袋,关掉水龙头。 我浪费水就是不节约,冯玉宝拿着我的钱花天酒地理所应当。 呵呵,这双标。 我整理了一下衬衫领子,又戴上了那副冯婷很讨厌的黑矿眼镜,他总嘲笑我像个石骨不化的老头子。 我对着镜子扯了扯嘴角,调整好表情,不想让他察觉到我的异常。 你快点出来,我在网上找了几张床的图片,你看这个怎么样,打人折才一万多。 一张床要一万多,冯玉宝随便一件衣服,一双鞋都两三千,吃一顿牛排花一千多,眼都不带眨一下的。 我累死累活,一个月也才挣三万块,一件衣服穿三四年都舍不得买新的,省吃俭用存的钱,感情都是给那小兔崽子挣的。 喜欢就让他自己买,我钱花完了。 你前几天买的股票,不是刚挣了几万块钱吗? 现在正在盈利,不能出手。 看我要走,冯婷急了,直接冲上来拦在我面前。 大不了少赚点嘛,总不能让我递睡地板吧。 他就是冻死在大街上又关我什么事。 之前,不管冯婷说什么,做什么,我都会百依百顺,因为她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神,是最完美的。 可现在,她的脸却变得猙獰,事快,贪婪,声音也变得尖利刺耳。 我实在忍受不了,干脆说公司临时要加班,离开了家。 提着几瓶酒,我去了发小工作的地方,母校大学附近的网吧。 照例,发小找人看店,搂着她女朋友和我去了街对面的烧烤摊。 一坐下,她就打趣道,哟,怎么有空找哥们喝酒了? 你这个掉进温柔乡的人,怎么愁眉苦脸的? 是结婚钱不够吗?有事尽管说话,我这里有。 我阴沉着脸摇摇头,到底出了什么事?快说啊。 我老婆出轨了,孩子不是我的,正在喝啤酒的发小腔的直咳嗽。 她女朋友统统也吃了一惊,你在说啥? 我把事情大概复述一遍,听后,发小的眼睛瞪得像同龄。 老郑,这么大的事,你可别拿来开玩笑。 李海龙,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 我打开一瓶啤酒,一眼而尽,将瓶子狠狠摔到墙角。 我是真他妈搞笑,我就是个傻子,哈哈。 发小呆愣了足足有两分钟,才缓过神来。 原来,现实比电视剧更狗血。 彤彤也颇为震惊,老郑,你打算怎么办? 我还没想好,我推了推笔梁上的黑矿眼镜, 又一瓶啤酒下肚,狠狠摔了瓶子,沉默不语。 咱俩从小一起光屁股长大,又考上同一所大学的计算机系,成了校友。 那件事,要不是你拉二我一把,我和彤彤也不可能有现在的幸福生活。 老郑,你说吧,打算怎么办,我和彤彤一定全力支持。 发小说的是大学的时候,他打伤了一个调戏彤彤的小混混, 对方却反过来诬告他蓄意伤人,要求学校开除他。 那种地痞流氓不好惹,李海龙确实动了手,对方伤得不轻,调解无果,学校只能乐令他退学。 李海龙心灰意冷,整日酗酒,还染上赌博,欠了不少钱。 我不忍看他身陷泥潭,把我闲来无事做的软件卖了,凑了些钱给他还债, 剩下的钱让他开了网吧,统统不离不弃,找了个地下赌场和官的工作, 两人的小日子过得也算滋润。 朋友嘛,能帮就帮,我本来也没太当回事, 可李海龙这小子竟然寄到现在,真够意思。 是啊老郑,没有你就没有李海龙的今天, 我们赌场里那些杀红了眼的人,借了高利贷还不起, 被人卸胳膊卸腿的都有,那段时间他整日沉迷酗酒赌博, 欠了那么多钱,想想我都后怕,多亏你拉他一把, 这份恩情我们不会忘,需要帮忙,你尽管开口。 听到童童这番话,我忽然眼前一亮, 赌场,高利贷,那似乎是个好去处, 等我好好计划一番,有需要帮忙的地儿, 还请兄弟和兄弟媳妇多多照应。 哎,你的事就是兄弟我的事,我一定帮你到底。 摔了第三个啤酒瓶,我吃着羊肉串,心里稍稍畅快几分。 第二天,我找到了冯婷,十分心虚又有些惭愧地和他坦白, 对不起啊,婷婷,我公司临时有事,要出差外地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我们的婚礼能不能先推迟啊? 这回轮到冯婷不可思议了,老公,你说什么? 我生怕冯婷生气,连忙解释道,只是暂时往后推迟, 公司领导派我去外地谈一个大项目, 要是成了,提成至少有五十万, 到时,可以拿去先把你弟的房贷还了。 亲戚朋友你都已经通知了吗? 要是没通知的话,再等等好吗? 五十万,冯婷忽略了我最后的问题,眼神都亮了。 是,我想把这五十万人留出一部分贴补弟弟, 另一部分全部用来婚礼花销, 我一定要给你办一个最盛大的婚礼, 让你风风光光出嫁, 让所有亲朋好友都看看你嫁了一个多么爱你的男人。 我特意夸下海口,让冯婷的虚荣心瞬间爆棚, 再加上那五十万,我想, 她的态度应该会有所松动。 果不其然,冯婷的态度马上缓和了许多, 那行吧,工作要紧, 要是能带回来五十万这时就算了, 不然,郑家俊,你等着给我父母磕头赔罪吧。 之后,她又神秘兮兮地去阳台打了几通电话, 回来之后,脸色好了很多, 甚至有些得意忘形。 我刚才问问我父母, 他们说要是有这五十万, 那就先依你婚礼推迟, 不过你可要说话算数, 这五十万全部给我, 怎么花由我决定? 当然,老婆,钱全部给你,随便你花。 谢谢你和岳父岳母, 你们对我这么好。 安抚好冯婷, 我走进书房, 坐在电脑前考虑了很久, 终于下定了决心, 我要报复, 欺骗我的狗男女,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瞒着所有人, 我把工作辞了。 自从怀孕后, 冯婷就辞了职, 和同事们断了往来, 自然无从得知这一切。 为了做出出差的假象, 我去了隔壁城市很有名的度假村。 第一晚, 冯婷来了电话, 我挂断没接, 他又打了第二个, 第三个, 最后, 一条信息发过来, 老公, 项目谈得怎么样了, 五十万提成有望拿到吗? 那个一万多的床库存不多了, 要赶紧拍, 你赶紧打钱给我, 如果不够就找朋友借, 你认识的有钱人多, 还筹借不到一万块吗? 原来, 他们不仅把我当免费提款机, 连我同学朋友的钱也算计在内了。 我眼中的冷漠又多了几分, 关掉手机, 去了楼下的温泉池。 舒舒服服地玩了三天, 最后一天, 临走时, 我特地去了礼品店。 毕竟现在还没撕破脸, 样子还是要做的。 刚到家, 冯婷就扑过来, 家俊, 你这几天到底去哪儿了, 人家还以为你带着钱跑了。 披荐沙发上的冯玉宝, 我露出一个开心的笑, 陪客户当然要专心点, 项目谈得很成功, 五十万提成应该没跑了, 还给你们带了礼物。 真的, 谢谢老公, 冯婷接过我手中两个硕大的礼品带, 直接拿到冯玉宝面前。 床头台灯是给弟弟的, 我看他的笔记本电脑旧了, 顺手烧一台新的, 其余都是你的。 哇, 老公, 你真好。 玉宝, 你快试试, 看你姐夫给你买的新电脑, 你喜不喜欢。 冯玉宝连声谢谢都没有, 理所应当地接过去, 冯婷也兴奋地坐在他身边, 两人贴得很近, 亲密得完全不像一对姐弟。 而我却顾不上这些, 目光落在笔记本电脑侧面的一个装置上, 这是我精心改造过的监控设备, 很像是电脑自带的小零件, 像他们这种外行肯定不会提心。 当然, 送冯玉宝的床头灯里我也加了针孔摄像头, 说不定还能拍到他们狼狈为奸的证据。 老婆, 还有这个,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打钞票和一个红色的锦盒, 我和朋友借了两万块, 先拿去给玉宝买床吧。 还有, 我特地去观音料求了平安符, 保佑我们的孩子平平安安, 所以你一定要随身带着。 冯婷接过, 直接放到她上衣口袋里, 谢谢老公。 她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又把钱塞到冯玉宝身后。 趁他们不注意, 我悄悄在角落或缝隙里塞上针孔摄像头, 又借口下楼买东西, 拿走放在门口鞋柜上的车钥匙, 在冯玉宝的车里放了针孔摄像头和监听设备, 希望能拍到点有用的东西。 做完这一切, 我松了口气, 一场好戏即将拉开帷幕。 之后的几日我复闲在家, 当然, 我已经准备了一个很好的理由。 摸清冯婷的作息时间之后, 某天, 我趁着她出门, 找上冯玉宝。 玉宝收拾收拾, 陪姐夫去个地方。 哪里呀? 到了你就知道了, 记得打扮帅气点。 以前, 这姐弟俩经常跟着我去高档餐厅蹭吃蹭喝, 所以她没起疑心, 转身进了卧室。 不一会儿, 冯玉宝下楼, 看得出金星吹了头发, 打扮得很潮。 她经常看一些时尚杂志什么的, 品味不俗, 从头到脚的穿戴都很时尚, 看起来就像去梯台走秀。 相比之下, 我常年穿着格子衫, 洗得发白的牛仔裤, 戴着黑矿眼镜, 头发也软塌塌的, 比她邋遢了不少。 不过, 正是因为我的存在, 才更加衬托出她的年轻帅气。 看到车上只有我们两人, 她问道, 我姐呢? 我打听过了, 你姐今晚要去做美容, 到家估计都晚上十点多了, 她挺着大肚子也不方便, 姐夫带着你还不放心啊? 我的姐是合情合理, 她也就没再多问。 我开车带她到童童给我介绍的地方, 本是最大的一家夜店, 开了个高档卡座, 角度正对着舞池的中央。 前脱后翘的热辣美女们摇曳生姿, 是个男人都会血脉纷张。 可小兔崽子明显没来过这种地方, 有些拘谨地低下头搓着手, 姐夫, 你怎么带我来这里啊? 约几个朋友谈点事, 你先等我一下。 冯玉宝不宜有她, 边吃着桌上的果盘, 边四周观望, 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而我直奔前台, 叫了些酒送过去, 又点了两个身材火辣的美女, 嘱咐她们, 我弟弟性格腼腆, 你们要主动些, 把她伺候好了, 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美女们拿钱办事, 撩汉这方面, 个个都是老手。 冯玉宝虽然一直被冯婷管得很严, 但是男人嘛, 谁不留恋花丛。 不一会儿, 她就搅了谢, 被几个美女迷的神魂颠倒。 我躲在暗处, 将情况看得一清二楚。 两个小时后, 我回到卡座, 装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问道, 玉宝, 你很热吗? 衣领怎么开那么大? 我, 对, 有点热, 姐夫, 你是谈完了吗? 嗯, 回家吧, 结了账, 坐进车里, 我神神秘密地嘱咐了一句, 对了, 玉宝, 我今天带你来这里的事, 先不要告诉你姐。 她问我, 为什么? 我说, 等项目谈成了, 分红到账, 我想给她个惊喜。 而且, 她怀了孕, 如果知道我来这种地方, 肯定闹腾, 我嫌麻烦。 听完我的话, 冯玉宝显得有些烦躁, 我知道, 她听懂了我的暗示, 沉浸在欲望中的人, 就像是温水中的青蛙, 会不知不觉地走向死亡。 之后的几天, 她总是私下催我再带她去夜店逛逛。 我推脱说工作忙, 晾了她几天, 人一旦尝到甜头, 就会控制不住内心的渴望, 最终这种渴望变成了瘾。 在冯玉宝第五次催我之后, 我同意了。 这次, 她甚至花钱买了季饭膝的新款衣服和包, 还花八千块买了一条项链带上, 看起来就像生活阔绰的富二代。 当然, 花的是她卡里的钱, 这其中, 大部分是冯婷给的, 还有一部分是她父母的钱。 接下来的日子, 我不仅带她去夜店, 还教了她很多规矩, 包括怎样喝着最贵的酒, 包最亮的牛。 这些法子都是李海龙和彤彤告诉我的, 他们接触过不少社会上的人, 并且深谙其中一些秘密。 在我的悉心指导下, 冯玉宝一连几天夜夜泡疤, 随手三五千的红包发出去, 不仅身体被掏空, 卡里的钱也花得所剩无几。 我知道, 她一定会来找我, 到时, 我就可以进行计划的第二步。 怎么, 又没钱了, 我明知故问, 你要是真不想出去工作, 姐夫给你支个招。 听了我的建议, 冯玉宝有点没底气, 这行吗? 姐夫, 我什么都不会。 我笑了笑, 俗话说, 外财不负命穷人, 你想发财吗? 她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想发财就跟姐夫走, 还有, 这事先别跟你姐说。 我俩溜出家门, 开车来到了成交一处地下赌场。 我掏出两千块交给她, 放心, 这种赌局很容易, 本钱先借你, 输光了算我的。 见她还有些犹豫, 我将她带去新人桌, 冲发小女友统统使了个眼色。 接下来, 冯玉宝一连赢了好几把, 两千块直接变成两万五。 当然, 这看似幸运的赌局, 却在我的操控之下。 姐夫, 你说得对, 这还真是好地方。 见她还要往牌桌上凑, 我连忙拦住, 既然钱都挣到手了, 赶紧去爽一把才是最要紧的。 一桌小妞我都联系好了, 别让她们等急了。 我内心冷冷一笑, 直接把她带到酒吧, 两万多块钱, 很快被她挥霍一空。 她喝得醉醺醺的, 一脸满足地回到副驾驶座位上。 我问她, 玩爽了吧? 她回答, 那几个小妞真的觉得, 嘿, 姐夫, 你是怎么找到这么个好地方的, 我姐知道吗? 当然不可能让她知道了, 放心, 姐夫会替你保密的。 我谎称资料落在了公司, 把冯玉宝放在半路, 自己则回到了我在家附近租的房子里, 戴上耳机, 盯着监控屏幕, 心中越发期待接下来的一切。 冯玉宝醉醺醺醺地回了家, 冯婷见了直接质问, 玉宝, 你干什么去了? 怎么喝得这么醉? 冯玉宝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男人的事, 你人少管。 冯玉宝, 我看你是喝糊涂了吧, 我现在正辛苦地给你怀着孩子, 你还敢推我? 借着酒劲, 冯玉宝提高声音吼道, 别他妈什么事都管我, 像个老妈子。 你, 冯玉宝, 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为了养活你, 嫁给郑家俊那个丑男, 还瞒着他怀了你的孩子,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 你那是为了我, 还是为了你自己? 你当初, 不就是看郑家俊老是好片能赚钱, 才对他下手的嘛, 别整天为我好为我好的, 我不需要。 吼完, 冯玉宝摔门进屋, 留下冯婷一个人崩溃痛哭, 这些被我在监控里听了一清二楚, 原来冯婷接近我, 就是为了冯玉宝。 我只不过是他口中一个用来掏钱的丑男人, 我的心更冷了, 接下来的计划进行得更加熟练。 在我的精心指导下, 冯玉宝已经混成了夜店专业户, 每晚必去消费, 点一桌子酒, 搂着几个姑娘, 小日子别提多快活。 可日夜尽出这种消金窟, 没有金钱的支撑肯定是不行的。 冯玉宝又想起了我的办法, 跑去赌场, 赢了钱就去夜店消费。 有时, 一周都找不到他人。 冯婷给他脸打好几个电话, 最后换来一声关机。 我在旁边甩出一句很扎心的话, 弟弟这么大人, 没准在女孩家过夜也说不定, 你就别打扰他了。 冯婷脸色变了变, 突然发飙, 过夜, 谁允许他去女孩家过夜的, 是不是你。 我继续扎他心窝子, 我是猜的, 他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 有生理需求是很正常的, 一个男孩子能吃什么亏, 这感觉别提多爽。 闭嘴, 冯婷怒了, 你个外人懂什么? 说完, 他摔门进了卧室, 我对他的反应一点也不吃惊, 只是有点讽刺, 出钱出人出力这么多年的我, 在冯婷心中只是个外人。 这时, 冯玉宝的短信发了过来, 姐夫, 你给我打两千块过来, 我要去赌场捞点钱, 我二话没说就给他打了过去, 鱼儿已经探头了, 没点儿料怎么咬勾呢? 打完钱, 我点开微信对话框, 给彤彤发了条消息, 可以收网了。 晚上十点, 我正躺在出租屋的床上刷着小视频, 冯玉宝的电话又来了, 姐夫, 再给我点钱, 我漫不经心回了句, 怎么了? 唉, 今晚手气不好, 真他妈见鬼了, 你再给我点, 下一把我肯定能赢。 我的钱不都给你赔进去了, 没钱, 你找别人借吧。 我没好气地正准备挂电话, 却听冯玉宝更激动了, 别挂别挂, 姐夫, 我求你了。 我钱输光了, 身上的东西都抵给了赌场, 你若不给我钱, 他们不放我走啊。 我一听就知道是彤彤的安排, 他常年在赌场当和官, 对王命赌徒的心理把握得十分精准, 收拾一个冯玉宝简直手到擒来。 玉宝, 我认识几个朋友, 你如果真的那么想借钱, 要不然找他们吧。 什么朋友, 靠谱吗? 他开了一个专门借钱给别人的公司, 别人都是高息贷款, 你是我弟弟, 肯定会有优惠。 这种公司, 说白了就是高利贷, 借了钱就是死循环, 冯玉宝应该很清楚这些, 他已经没别的出路了, 却还在梦想着能翻盘, 所以, 必然不会拒绝这个建议。 好, 什么时候能把钱送过来? 我回答, 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 赌场周围最不缺的 就是放高利贷的, 不过几分钟的功夫, 彤彤提前联系好的人就到了, 冯玉宝从他们那里拿了十万冲进赌场, 一晚上就挥霍得干干净净, 第二天又变本加厉地借了更多的钱。 我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 更让我满意的是, 冯玉宝和冯玉宝的关系, 也已经恶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冯玉宝奔波于夜店和赌场之间, 对冯玉宝和他肚子里的孩子毫不关心。 冯玉宝也因为我的叮嘱起了疑心, 不仅每小时打一通电话问他的行踪, 还查手机, 检查衣服上有没有女人留下的痕迹, 甚至还跟踪冯玉宝。 听着冯玉宝的抱怨, 我突然开始庆幸早早认清了冯玉, 这种女人, 没几个男人受得了。 姐夫, 你说我姐生日有病, 管天管地, 我去夜店她也要管。 你姐懂啥, 咱们男人工作了一天总得早点消遣, 难不成还要每天回家面对她那张臭脸不成。 我有意歪曲观念劝导一番, 却句句戳进冯玉宝的心窝, 让她以为找到了知己。 不过, 你小子也注意这点, 带女人回家别被你姐发现了, 不然她又骂你, 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办。 我一个大男人 会怕一个女人, 你别开玩笑了, 要是真带女人回家, 她也不敢跟我闹。 几句话就激起了冯玉宝的不满, 我点到为止, 后面只需静观其变。 冯玉宝果然不负期待, 没让我等太久就带了个女人回家, 而且还是在冯婷生日的当天。 可惜, 我不能亲眼目睹这场好戏, 只能在监控器里围观这一切。 那天, 冯玉宝喝了点酒, 搂着一个美女回了家, 见到冯婷也不打招呼, 直接拐进卧室。 冯婷急了, 上去就要把腻在一起的两个人分开, 冯玉宝, 她是谁? 冯玉宝回, 她是我女朋友。 女人上下打量了冯婷一眼, 娇媚地问道, 玉宝, 这位大婶是谁呀? 冯玉宝说, 她呀, 她是我们家保姆。 冯玉宝, 你他妈还有一点良心吗? 我去外面弄钱养你, 你去拿这钱养别的女人, 你个王八蛋。 冯婷破口大骂, 一句比一句难听, 你就是个没用的废物。 啪的一声, 冯婷安静下来, 捂住了自己的脸。 给老子闭嘴, 别逼我打女人。 冯玉宝说回手, 拉着女人就要往处走。 冯玉宝你去哪里, 你给我站住, 你不许走。 冯玉宝管也没管她, 带着女人摔门离开。 冯婷一个人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 我一边觉得她最有应得, 一边又觉得有点于心不忍。 毕竟三年多的感情, 我付出了全部, 即使她一直在骗我利用我, 我脑海里那些回忆依旧美好幸福, 可她太执迷不悟, 一心只想着冯玉宝。 冯婷哭了一阵, 突然抓起手机给冯玉宝打电话, 玉宝, 我想你了, 你回来, 别离开我好吗? 我跟郑家俊离婚, 和你过好不好? 反正现在房子在我名下, 离婚后, 郑家俊就得搬出去, 到时候, 再卖掉你的那套房子, 我没用这笔钱结婚, 好不好? 只可惜了她父母那套养老房, 如果能搞到手就更好了, 但我实在不想看见她, 那套养老房我们不要了, 行吗? 听到这番话, 我的双手攥得紧紧的, 心都那点不忍早已烟消云散。 忍住了冲进去怒骂冯婷的冲动, 我握紧了拳头, 心脏已经坚硬无比, 对她的怜悯和犹豫已经消失无影, 只剩下强烈的想报复的心理, 我要让这对狗男女付出代价。 事情如我预料的那样, 冯玉宝签的借款单越来越多, 金额也越来越大, 渐渐有收不住的趋势, 我盘算了一下, 差不多是时候了。 那天, 冯玉宝搂着我为她准备的美女回了家, 我泡了一壶茶, 在出租屋里敲着二郎腿, 近带好戏。 果然, 监控录像里, 很是精彩。 冯玉宝躺在那张一万多的床上, 搂着性感美女呼呼大睡, 冯玉宝疯了一样地冲了过去, 冯玉宝, 你个王八蛋, 我怀着你的孩子, 你竟然还在这和别的女人乱搞, 你的狼心狗肺的东西。 冯玉宝也急了, 狠狠扇了冯玉两巴掌, 右一脚把她踹出去好远。 你个人老猪黄的破鞋, 老子人你好久了。 冯玉宝不可思议地听着冯玉宝的谩骂, 在她恶狠狠地冲过来时, 拿起桌上的酒瓶砸了过去。 冯玉宝侧身躲过, 玻璃茶碎了一地, 我感觉有些不妙, 果然就看见冯婷痛苦地捂着肚子, 身下是一大滩血。 冯玉宝惊慌失措, 旁边的美女吓得直接逃走了。 以防万一, 我还是打电话报了警叫了救护车。 等我赶到小区楼下的时候, 救护车已经把冯婷拉走了, 只留下冯玉宝举着血红的双手, 一脸惊恐地呆在原地。 冯婷的孩子没了, 等她休养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终于提出离婚。 她直接跳下床, 拽着我的衣服一顿臭骂, 郑家俊扭种再说一遍。 她父母也跟着骂道, 你什么意思, 我闺女刚有产你就要翻脸, 你这是要使乱中气呀, 王八蛋。 我们家婷婷能看上你, 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赶紧跟我们家婷婷道歉。 我被这一家子人的嘴脸恶心坏了, 想到妻子和冯玉宝之间的那档子时, 要能有这一对极品父母, 也教育不出来。 你跟冯玉宝之间的事, 还要我给你宣传一下吗? 我当下也怒了, 你们姐弟乱搞, 让我当街盘侠。 这下妻子彻底傻眼了, 但也紧一瞬间的功夫, 她就恢复了斗志, 继续跟我死磕, 郑家俊, 你他妈别乱说, 我跟玉宝清清白白的, 你想离婚也不能侮辱我。 就是啊, 家俊, 你听谁说的, 这话可不能乱说, 这家人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这是亲子鉴定书, 自己看看吧, 把妻子送来医院的时候, 我已经伪造了份亲子鉴定书, 虽然是我伪造的, 但对付这群极品够用了。 看到鉴定书上, 冯婷的孩子和我的鉴定结果, 为确定吴血缘关系, 而和冯玉宝的结果为确定亲生, 妻子整个人瘫坐在床上, 她的父母也搭了下眼皮, 不敢看我。 我懒得在理这群人, 正要走出病房, 妻子突然冲过来一把抱住我的腿, 跪在地上。 家俊, 家俊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是冯玉宝那天喝多了, 我们猜。 我掰开妻子的束缚, 离他远远的, 冷冷道, 你跪错人了吧, 这个时候与其求我原谅, 不如去找下冯玉宝吧, 毕竟他才是你孩子的亲生父亲, 不是吗? 我听到病房里传来西斯底里的吼叫声, 还有杂东西的声音, 于取于求的钱包没有了, 冯婷想必很生气吧。 我知道这一切还没完, 但我不想再掺和这家人的破事了, 跟他们斗, 脏了我的手。 那个流产了的孩子, 虽然跟我无关, 但我始终心有愧疚。 我把录音笔和视频证据交给了律师, 向法院起诉离婚, 并很快有了结果。 冯婷婚内出轨还转移财产, 被判净身出户, 律师问我是否向被告所要全部借款的时候, 我心软了, 最终没有赶尽杀绝。 后来我听说, 冯婷有些精神失常, 动不动就大吼大叫, 不得已, 他父母只能把他送去疗养院敬养。 冯玉宝因为还不上债, 被立哥打断了一条腿, 最后跑去了外地躲债。 他逃跑后, 立哥的人又找上冯婷的父母, 老两口卖了房子, 也补不上冯玉宝的窟窿, 天天叫苦不迭。 他们给我打了许多电话, 目的是借钱救命, 我都没借。 我帮了家, 换了工作, 重新开始生活。 美女, 痴人的美女, 以后我再也不敢碰了。